小熊大火不斷竄出 真正红色火光划破 雨感宁静 伴随浓浓黑烟 一路往天空蔓延 整艘渔船陷入火海 火势猛烈伴随爆炸声响 附近居民全跑过来围观 这场火烧了一个多小时 海巡人员出动船艇 海巷救援扑灭火势 事发在三艘晚上七点多 屏东小流球渔船突然烧了起来 这艘船传离十三年 平时船员都在近海捕鱼 完间才刚进港停船 就发生意外 我还有没刷到隔壁的船 这船单进港 那旁边那大烧船 差一点被剥起来 以火都有远 我喜欢用泡沫四面 澎湖马公下午三点多 位于市郊的荒地 也不免远一起火 消防局货爆 出动十三辆消防车救援 但现场燃烧大面积杂草 连让人走的通道都没有 加上风势强劲 警消只好在外头 布水先涉水 新年开工第一天 接连发生火警 索性都没人受伤 取景一场 记者张春华 严玉龙看不到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